如果中美开战 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总有人说美国作为超级大国 实力不可小觑 真打起来老美海工力量无敌 其实对中美关系的变化 不需要过分敏感 我们已经不需要用美国来向世界证明什么 恰恰与之相反 美国一直在拿我们刷存在感 我们从来没有把超越美国当成目标 因为那不是我们的理想 冲击量只能算是一个小目标而已 过去百年来 我们和美力国做过敌人 也做过盟友 1950年 我们正告美方不要跨过鸭绿江 但美国就是不听 于是我们的志愿军元朝抗战 终在1953年大获全胜 把美国打回了谈判桌 让其和朝鲜签署了停战协议 和平重新来临 这是我国的开国首战 那时候我们的志愿军没有先进的装备 但却凭借强大的意志力战胜了美国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又变得非常亲密 迎来了一大批出国留学的日潮 如今中美关系再次进展 甚至让人错误的以为 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其实我们与美丽国的关系 再差还能差出曾经的历史区间吗 就是再打一仗 不于敌对状态 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美国再怎么闹 我们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能做的商议尽量做 实在做不了就拉倒 找了狗肉就不成席了吗 中美关系发生巨变 其实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美国接受不了新型的大国关系 所以对我国发动了贸易战 科技战 舆论战 金融战 甚至是生物战 但是无论美国再怎么折腾 也都阻止不了我们什么 其实与美国发起的全面进攻相比 我方的防守策略显得更具智慧 美国绝不当老二 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 这是拜登面对我国提出 百年未有是大变局的说法 发出的摇压切齿的呐喊 为了能够激化矛盾 美国可以说是花样百出 如今连佩洛西 窜访的下作手段都用了出来 可以说美国已经丧失理性 千里于极穷 当然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同样的也是美国需要面对的 正如杨洁篪所言 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 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同中国谈话 与美国的张牙舞爪不同 我们就显得相当低调了 一直在准备着 这一点首先体现在我国的军事力量上 高潮因素武器 虽然美国也有这样的武器 但它们只能达到四马赫 我国却拥有六马赫的速度 不论是精准度还是打击度上 都要胜于美国 同样的 我国也拥有全世界种类最多 技术最全面的激光类武器 其实最先开始研究这款武器的是美国 但由于研发遇到了瓶颈 一直停止不前 于是就被中国反潮 同样情况的还有电磁炮技术 美国冷战期间就开始研制 至今也没有研制成功 反而是我国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 并且上舰试掩 在弹道导弹打航母等技术上 我国还有我有美无的武器 就连落后用美国的航母技术 随着003的下水 也已经大幅度赶超美国 003号的电力系统 是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 如果说美国福特级 是第一代舰船综合电力系统 那么003采用的就是第二代 就是有技术代差零先的 我们也在积极研发 第四代核反应堆技术 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 美国航母动力应用最多的 第二代第三代的核反应堆呢 而这就是我们的后发优势了 土机熔岩堆核能系统 作为第四代核反应堆技术中的一种 我国将其作为 未来中国航母的核动力 不仅在核动力技术上领先美国一代 同时还能解决原料卡脖子的问题 因为我国土资源储量非常丰富 现阶段在我们的航母上 我们领先美国一代的 舰载隐身战机 以及舰载大型预警机 各类舰载大型与小型的隐身无人机 所以我们根本不去美国的挑衅 也许我们进攻美力国的实力不够 但是在我们的地盘防御美国 简直就是绰绰有余 很显然 美力国有点不信邪 一心想点火 如果中美爆发战争 战场最大可能是在太平洋上 国防别的不敢保证 让对方有来无回 却是可以做到了 中国的崛起是事实 美国的各种操作 也不过是言而道理 在军备武器方面 虽然只有短短70年的发展 但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除了前面提到的新型武器 我们的东风系列导弹 就足以震慑大多数国家 中国从来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 有的只是过上更好的生活愿景 我国一向奉行和平外交 自然不会主动开战 但若是对方一味挑衅 在我们家门口搞事情 开战我们也无拘 而两个大国的战争 也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降临 我国的海空两军早已急剧威慎 美国想不尽全力 来应对我国海空两军 还真是有点难 别到时候占不到便宜 发不了战争惨 草草收场就不好看了 届时不仅是战备的损失 世界霸主的地位和面子 往哪里放 都是个问题 当然提到战争 我国在陆军方面 有着更强大的自信 以前穷得要杀杀没有的时候 我们依旧能寸突不让 如今面对美国的挑衅 更是不能让我们屈服 我们的先辈 在从前艰难的险境中 都能将侵略者赶走 如今我们自然也能让那些 心存妄想的国家 吃不了兜着走 其实不管是战争还是其他 除了武器方面 一拼双方拼到最后 拼的是一个强大的心态 他狂由他狂 明月赵大江 他横任他横 清风拂山岗 内心的强大 才是真正的强大 然而这恰恰是我军 与美军最大的不同 我军拥有无比强大的人民的意志与信念 只要战争拉开 我们会不惜任何代价 让对方永远牢记 站起来的中国人的力量 是有多强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评论区留言互动 咱们下期再见